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一次刷新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 面对生育率屡创新低 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的现状 韩国人并未因物以稀为贵而重视儿童群体 反而有多家商铺接连设立无儿童区 又称儿童进入区 由此引发热议 一家首尔的咖啡馆门前挂着No Kiss Zone 无儿童区这样的标签 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入内 这并非个例 在韩国 像这样设立无儿童区的咖啡馆和餐厅 已经超过500家 人们逐渐对此习以为常 去年 民意调查公司韩太研究做过一次调研 73%的韩国成年人同意设立无儿童区 只有18%投出反对票 支持者认为 设立无儿童区十分合理 可以减少公共场所的噪音 反对者则认为 这一措施对儿童和有孩家庭不公平 由于职场压力 房市崩盘 育儿成本等因素 近些年选择不婚不育的韩国人显著增多 而随着社会对于婚育观念的割裂 无孩成年人和有孩家庭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 在少子化的韩国 儿童与成人站在了对立面 在不少成年人眼里 孩子代表的不再是天真无邪 而是吵闹 闯祸 不守规则 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讨厌孩子 无儿童区新闻背后 牵出了一系列隐秘的艳童现象 为何韩国会出现数量如此庞大的无儿童区 或许是因为 这十多年来 韩国餐厅里由儿童吵闹引发的纠纷事件愈加频繁 无孩成年人和有孩家庭的矛盾难以调和 起初只是一些韩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熊孩子们 总在公共场合哭喊吵闹 大声喧哗 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用餐体验 韩网有人呼吁禁止儿童进入部分公共场合 但直到2012年 一则舆论反转事件 才让韩国公众开始认真地思考此事的可行性 那一年 一位年轻母亲在社交网站上发帖称 自己和孩子在某家餐厅用餐时 孩子被陌生顾客手中的热肉汤烫伤 他发布了一系列攻击餐厅管理不善的帖子 起初舆论力挺这位母亲向餐厅施压要求道歉 但根据餐厅监控显示 事故发生前正是因为被烫伤的孩子四处乱窜 才导致那位顾客没拿稳手里的热汤 在此之前 熊孩子甚至几次撞到别人 始终没有道歉 韩国人苦熊孩子久矣 而这位母亲自身失责 还扮演受害者倒打一耙的做法 更是让韩国网民怒从心起 觉得自己出于好心 却反被当事人利用了 这一事件后 关于建立无儿童区的呼声达到顶峰 一些韩国的咖啡厅和餐馆 陆陆续续挂上No Kiss Zone的标识 尝试一段时间后 餐厅发现 无儿童区颇受年轻人的喜爱 来店里光顾的顾客们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2014年 无儿童区在韩国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据谷歌地图显示 韩国有超过500处公共场所设立无儿童区 仅几州岛地区就存在80处 韩国不是第一个出现无儿童区的国家 但在公共场合拥有如此大量的无儿童区 却是独属于这个国度的器官 严氏大学教授邦尼蒂兰成 这跟韩国年轻人的性格有关 二三十岁的韩国人 普遍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空间概念 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 身旁有吵闹的孩子或老人 无儿童区的支持者 也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他们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清静的空间 而难管教的孩子们 总能轻而易举地毁掉清静的氛围 反对者则认为 建立无儿童区属于年龄歧视行为 与韩国宪法不符 这是一种对于有孩家庭的不公待遇 不仅限制了儿童 也限制了照顾孩子的家长 尤其是全职妈妈们的活动区域 韩国基本索德党女性议员 龙惠仁有过类似的经历 生下孩子后 她一度患上产后抑郁症 觉得自己被社会排斥 有一天 她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孩子出门散心 当他们准备进入一家咖啡馆 却因这家咖啡馆 是无儿童区被拒着门外 这件事让她本就抑郁的状态变得更糟糕 感觉社会不想要像我这样的人 韩国人向来对于带着孩子的妈妈们并不友好 畅校书82年生的金志英种 金志英带着孩子在公园散步 她买了杯咖啡 坐在公园长椅上 享受难得的休憩时光 路过的男性上班族却窃窃私语 我也想用老公赚的钱买咖啡盒 整天到处闲逛 妈虫还真好命 妈虫是韩国流行词 贬低没有收入的全职妈妈 金志英羞愧地离开了公园 一整个下午都在自我怀疑中度过 我从政是为了创建一个让妈妈们不必活得像个罪人的社会 女性议员龙惠仁接受CNN采访时提到 回到职场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废治无儿童区 设立无儿童区本质上属于一种隐秘的艳童情绪 在少子化的韩国艳童情绪存在已久 去年福山开往首尔的高铁上 两名幼童正在玩闹 一名韩国男子向孩子们大喊 吵死了一直在吵 旁边的女乘客遇上前劝阻 她甚至跳到座位上踢打劝阻者 今年5月 一位50多岁的韩国女性 持刀威胁公寓楼下玩闹的孩子们 理由是他们太吵 有媒体用艳童综合征来描述韩国人的艳童情绪 这是一种高发于20到40岁未婚青年群体中的人际交往障碍 他们厌恶和排斥儿童 无法容忍与儿童相关的一切事物 甚至会进一步影响生育观念 有理性的韩国网友解释 自己不是讨厌所有孩子 而是厌恶那些不守规则 不乖巧 在公共场所吵闹闯祸的孩子 还有人称 自己讨厌的不是不守规则的孩子 而是总以孩子还小的名义 道德绑架他人的家长 事实上 年龄越小的孩子 越难产生遵守秩序的概念 对于很多幼童而言 并非家长不愿管教 而是很难通过讲道理 有效说服懵懂的幼童 若说艳童情绪 体现了部分韩国成年人 对孩子的冷漠与不包容 那么虐童 或许是发生在艳童情绪下的一种极端行为 近年来 韩国的虐童事件层出不穷 仅2019年一年 韩国就发生过570起幼儿园虐童案 位于韩国卫山的某家公立幼儿园中 多位教师参与虐待儿童 这些幼童多数只有0到3岁 他们被强迫吃剩饭 喝水喝到吐 甚至被老师要求相互殴打 著名的韩国虐童致死案里 一个叫正人的小姑娘 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遗弃 在他8个月大时 被一对看上去衣冠楚楚的夫妇收养 收养正人后 他的养父母一边在电视节目中塑造好爸妈形象 一边以极度残暴的方式虐待他 最终导致孩子的死亡 在过去不久的今年6月 也发生了一起 引发韩国全社会轰动的虐童事件 水源冰箱案 一名30多岁的女性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生下的两名婴儿 并将他们的尸体分别在冰箱存放4年零7个月和3年零7个月 当嫌疑人被问到 为什么要将孩子的尸体放在冰箱时 他竟回答 没有特殊原因 而这位母亲杀害孩子多年后才被警方发现 也让韩国社会广泛地关注这类现象 并将其称为幽灵儿童事件 幽灵儿童指的是 出生后没有进行人口登记的儿童 水源冰箱案后 韩国各地方政府共接到1069起幽灵儿童事件举报 其中34个孩子确认身亡 至今仍有677个孩子生死不明 韩国人的艳童现象为何变本加厉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转成地狱模式的生存压力 让年轻人缺乏对于未来的信心 新生儿少了 愿意生孩子的成年人也在大幅减少 生育逐渐变成一种选择 而并非人生的必选项 一位在韩国留学的短视频博主 回国前想给侄子买点礼物 在附近找不到一家母婴店 无论是书店 玩具店 还是公园里 都没有出现孩子的身影 路边人们推的婴儿车里 全是宠物狗 视频的最后 这位博主感叹 韩国是真的没人生小孩了 城市高速发展 成人的休闲空间 与儿童的玩乐空间 也发生了相互挤占的现象 诸如最后一位韩国人 将在2750年后消失 这类新闻频繁出现 有孩家庭认为 生育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小家 也是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 而姓凤三抛世代的 韩国单身成年人却认为 自己已经放弃婚育 为何还要在公共空间 忍耐别人的孩子 选择生孩子的家庭 和选择不婚不育的韩国人 站在了天成的两端 谁也无法理解彼此的人生选择 在韩国 低生育率和艳童情绪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生育率越低 社会越会往少子化 和老龄化的趋势倾斜 从而致使成年人的生存处境 进一步恶化 韩国严峻的人口危机中 艳童和增老 像是社会问题的议题两面 艳童之外 增老也曾点燃公众情绪 过去的几年 韩国和日本 都曾因憎恨老人现象 登上热搜 日本曾出现一个流行语 老害 指老人和公害的结合 用来形容 给别人带来麻烦的老人 有些年轻人 甚至发出极端言论 老人是社会的蛀虫 赶紧去死 韩国也有对应的词汇 老人虫 嘲笑老人像是寄生在社会的虫子 向来崇尚儒家孝道思想的韩国 近些年 频繁出现虐待老人 弃养老人的新闻 成立无儿童区之后 韩国也陆续出现了不少无老人区 设置的理由与无儿童区相似 认为老人同样可能在公共场所 对其他人产生干扰 齐州岛 曾有一家咖啡馆玻璃门上 贴着禁止60岁以上老人进入 与此同时旁边却明晃晃的贴着 欢迎狗狗的标识 这标识让不少韩国人感到愤怒 难道老人还不如狗吗 不知道老板为何会挂这样的标志 但我担心父母路过时会看到他们 艳童和曾老的本质相似 都是一种缺乏包容性的体现 常年研究韩国文化的学者邦尼蒂兰 在无儿童区的话题里提到 无儿童区和无老人区的设立 来源于一种intolerance 偏狭不容一己的心态 也就是公共场合出现和我身份不一样的人 我不会选择包容他们 同时他也提到 如果韩国想要解决人口危机 必须要审视这种形态 过去的16年 韩国为了解决人口危机 至少花费超过2000亿美元 但效果始终不佳 生育率一年更比一年低 诚然经济补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但仅有经济补贴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让全社会看到未来的希望 提升成年和儿童的幸福感 让育龄人群没有后顾之忧 才是解决低生育率的唯一途径 或许韩国可以试着学习 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比如北欧国家冰岛和瑞典 他们也都曾以低生育率著称 但在近些年 北欧国家寄予新生儿父母经济补贴 推行女性产假与男性育儿假制度 降低生育门槛 强调政府在儿童养育领域中的责任 建立完善的保育体系 在实施一系列生育友好政策后 北欧多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 亦或是建行联合国提出的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根据现有环境基础做出改造 让成人和儿童不再挤占彼此的空间 兼顾两个群体的需求 儿童节那天呼吁取缔 无儿童区的韩国议员龙惠仁 在演讲中几度落泪 他在台上坚定地称 我们的社会必须重生 变成一个能包容儿童的社会 他说自己的最终目标是让儿童保育 不只是父母的责任 而是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 一个能包容儿童和老人的社会 才是健康和正常的社会 而包容儿童和老人 也理应成为社会大众共识的底线 毕竟童年代表来时路 老年则代表每个人的归处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你如何看待无儿童区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把它转发到朋友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网勿体